520约会穿甜美风辣美风休闲风心忠实 学院风还是公主风 第一套这个娃娃领的连衣裙 穿上就是既甜美又减零 裙子收腰在A字下摆的设计很显腰身 侧面看我感觉也不太显小肚子 裙子领口做的比较大 弯腰要小心走光 我B位34 这个修口我穿稍微有点紧但不勒 整件衣服的走线做工都很不错 细节处理的也很好 然后是这条比较辣一点的小裙子 这条裙子还挺现收的 领口可以遮住我们的鞋放肌但容易露肩带 正肩版型裙子还自带小垫肩 侧面看是会有一点显肚子的 约会时穿可能要全程提着气 背面会有一点点显皮皮大 侧面还做了两个口袋可以放下手机 缺点就是这条裙子真的太短了 而且变料比较好夏天只适合在空调房里穿 然后是这款学院风的衬衫裙 这条裙子穿上就很青春有活力 腰两侧做了这种褶皱的设计 显得腰细胸大 我穿感觉侧面不太显小肚子 背面会稍微有一点点显胯宽 这条裙子面料偏薄 扣眼处有一些小线头 然后是这件休闲风的连衣裙 这条裙子真没看还是挺显瘦的 显得腰很细 侧面看着有点显肚子 裙子面料的垂干很不错 但是太厚了夏天穿应该会很热 这条裙子这个娃娃领和泡泡袖有点太显胖了 特别是背面 简直惨不忍睹 最后是这件新中式的两件套 这一头穿起来就很温暖的感觉 裙子是提花雪纺的面料 做了两层所以白色也不会透 下摆的这一圈纱 让裙子更加飘逸 更加有层次感 因为没有做收腰 所以从侧面看是不显瘦的 里面吊带裙的肩带有弹力可以调节 背后是打揽设计弹性很大 不过衣服上会有一些线头 需要自己修剪一下